抓粥 你的家里有宝宝吗? 它满一岁了吗? 在中国很多家庭里 在宝宝一岁生日时要抓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 抓粥是一种预测宝宝长大后会干什么的习俗 在宝宝一周岁生日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在宝宝的周围摆上笔、筷子、算盘、钱、书和印章等 让宝宝按着自己的兴趣自己抓 如果宝宝抓到了笔 那就说明这个宝宝以后可能会是个作家 如果抓到筷子 那宝宝以后可能会成为厨师 如果抓到算盘 那宝宝以后可能会是商人 如果抓到钱 那宝宝以后可能会是银行家 如果抓到书 那宝宝以后可能会是律师 如果抓到印章 那宝宝以后可能会是政治家 抓粥的习俗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以前的人信天命 他们认为孩子长大以后做什么 是上天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定下来的 所以他们想用抓粥的办法 来预测孩子的未来 现在大部分的人虽然不信天命 但是也喜欢把抓粥当成一种游戏 以此来庆祝宝宝的生日 除了上面所说的笔 筷子等 现在的人还喜欢放鼠标 相机 球拍等 分别代表宝宝 以后可能会是程序员 摄影师 运动员 运动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